嗨,大家好,我是 EZ 歡迎回來一熙的三十歲男子頻道 今天非常開心,因為又有新的筆電可以讓我來開箱 持續來到這個 2022 年的 3 月 也是各大 3C 春季發表會的時候 同時也是學生族群或是上班族 可以好好的挑選一台合適自己筆電的一個大季節 那在有限的預算裡面 我們到底要如何才能選到一台合適自己的筆電 那今天要來介紹這一台HP 14 吋輕薄文書筆電 它不只是在硬體規格的部分很強大 它包含它的外觀,然後它的螢幕等等 我覺得都非常值得今天來好好的推薦給大家 OK,我必須要說 我第一次拿到這台HP 14 吋輕薄筆電的時候 你知道我拿到手上的觸感 我立刻想到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爸第一次買筆電給我 因為那時候我讀復興美工 然後我們幾乎每一個學生老實講 人手都要一台筆電 因為那個時候我爸在日本工作 然後我就去日本找他 然後他就帶我去那個秋葉原的 Akihabara 的那個電器街買筆電 因為我剛才想說 爸,我可能需要一台筆電 那個時候我爸也非常麻煩 就說好,走 我們就去那個電器街買一台屬於我自己的筆電 然後那時候我摸到這台HP 14 吋輕薄筆電的時候 那個觸感我的天啊 讓我瞄想到我那時候買的第一台筆電 那個觸感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然後螢幕超大 然後整個感覺就是 天啊,我差點要落淚 這個觸感我超級喜歡 而且是怎麼樣 有質感 當然啦,那個時候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那時候買的那台電腦在日本的時候 好像買了21萬日幣 大概算一算台幣大概5萬7千多塊 5萬8千多塊吧 現在這一台 一半的價格都不到 就可以買到這一台超級划算的HP 你知道嗎 我每一次在挑選筆電的時候 就是在看它的筆電外觀啊 不管是摸起來的觸感 或是打開來的視覺效果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我很在意的一點 就是它螢幕佔比 非常喜歡窄邊框的設計 那剛好這一台HP 就採用了窄邊框的設計 怎麼看都有質感 你知道那個邊邊齁 就是不太能太多 越少越好 留的那個空間越少越好 真的看起來就是比較有質感 這次HP 它在13吋的機身裡面 放進了14吋的Full HD螢幕 然後它同時也運用了 IPS超廣角螢幕 所以第一個顯色可以更鮮豔 然後你整體看起來的螢幕質感 真的是不得了 如果說你是對螢幕有要求的話 那這一台HP 14吋輕薄文書筆電 就可以滿足你 但也因為它的大螢幕直逼80%的佔比 所以你可能有時候 你需要紓壓的時候 比如說你在看Disney Plus 真的那個爽度真的是有差 可以擁有生利其境的感覺 那同時你在做簡報的時候 也可以非常的流暢 非常的舒服 螢幕真的非常的大 HP這台14S 在去年它銷量突破了萬台 哇我真的很難想像 萬台到底是什麼樣子 真的超級多 超多的銷量保證以外 它的減量力很強 可以來到10個小時 快充的部分呢 它只要45分鐘 就可以充飽50%的電 然後它的重量只有1.47公斤 所以你可以輕鬆一隻手 就可以帶得出 隨時你要去哪裡都是沒有問題的 你可能要去哪裡工作 比如說要去咖啡廳啊 要去哪裡都是很快很方便的 而且重點是搭配了快充 你不用在那邊吃吃等說 啊你還要在充多久的店 你才能離開咖啡廳 不用你只要45分鐘 可以立即充飽50% 可以滿足一整天所需的用量 這時候快充真的非常的方便 它的CP值真的超級高 因為它提供了非常棒的使用體驗 然後非常大的畫面 以及大螢幕的部分 整體包含它機身外面的設計 種種它卻提供了一個非常親民 而且非常好入手的價格 才兩萬多塊而已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非常值得推薦的一台筆電 那你不管是你可能在學校 你可能要做作業要帶筆電 文書的部分 或是說你可能要去跟客戶提案 隨時你可能要去咖啡廳 或是任何的地方 一機就可以搞定 然後你在它機身的外圍 它的設計簡單輕薄 帶在身上都是一個非常棒的時尚單品 再來我們來講講HP14吋 輕薄文書筆電這一次的規格囉 這一次的規格我跟你講 非常的讚 因為它搭載的是第11代 Intel Core i5處理器 同時記憶體來到了8G 在硬碟的部分 它也來到了512 SSD 其實512非常的夠用 因為有一些其他的品牌 可能非常的小氣 只給筆電池 只給128256 就是買了這個筆電之後 你可能存沒多少內容之後 你又要去升級 又要去買外接隨身吸引碟 非常的麻煩 那這一次HP 它直接給你了512 SSD的海量容量 就是你可以存非常多的影片 或是提案的部分 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這一個內裝的規格呢 也通常是平價文書筆電 非常熱銷 CP值非常大的一個高效能 高容量的一個筆電規格 你可能有時候不知道 如何去挑選規格的時候 這一台HP14吋 就會是你非常精打細算 而且不會吃虧的一個規格 在外接支援插槽的部分呢 這台HP支援了一個SD記憶卡插槽 以及兩個USB的空間 再來它同時也是支援Type-C的插座 有時候你可能去戶外攝影 或是你有可能用記憶卡 去做一些創作的部分 然後你回來要立刻處理影像檔的時候 你就是SD卡插上去 立刻可以去做一個編輯的部分 因為之前有一些其他品牌 你可能要... 可能又要什麼HUB啊 又要什麼很多轉接器 等等你才能插你的記憶卡 我跟你講 這台HP不需要再買這些額外的配備 你直接卡片插上去 USB插上去 Type-C插上去 它要什麼孔 有什麼孔 所以平常可能在上班族啊 有非常多外接是USB的儲存啊 這個就是非常的方便 你不需要去買額外的東西 來做一個配件 真的非常的貼心 介紹完這台HP14吋 高CP值 然後又有高效能 里外兼具的筆電 就來講講 它現在的PC Home上 只要兩萬多塊 就可以輕鬆入手 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分期 然後等等 根本就是無痛的購入這一台 輕薄文書筆電 那我覺得這個是就蠻適合推薦給 學生族群 如果說你學生有需要在 上課的時候 要做一些文書處理 或是一些報告 那或是說有需要筆電的上班族 也是非常推薦的喔 那就縱觀2022年 在各個3C產品 其實有推出了非常多的文書筆電 那我覺得今天這一台HP 就是一台我覺得非常值得入手的 輕薄文書筆電 好啦那影片到最後呢 你還想要看我開箱哪一台筆電 可以歡迎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影片到最後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Instagram SSYTBC 還要在頻道下方 按下訂閱鍵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